说到中国海军 最早应该是起于我们熟知的北洋水师 提到北洋水师 就不得不提起中日甲午战争 那么谈到这场战争 我们耳边就会想起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邓士昌、林永生、刘步禅、丁汝昌等等 都是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英雄 但经历过甲午战争的英雄将军 也不是全部都战死沙场 也有很多人在这场战争中活了下来 其中就有一位将领堪称传奇 他就是萨振兵 他在快八十岁高龄时出山 穿梭在抗日后方和南洋各地 为抗日筹集军销物资等 以一己之力支持抗日 萨挨兵四尔木人 出生于清朝咸丰时期 祖籍山西代县 他出生在福建福州 萨姓是其祖上在元朝为官时 到了元朝中期 元君主遇赐之姓 后来到了元末时期 萨家举家搬迁赐福州 成为了当地的名媒旺 在同志时期 萨振兵的父亲 与福建传政局的沈宝针 私交甚好 由沈宝针推举保健 萨振兵来到了福州 马尾传政学堂学习 在学习期间 就表现出了良好的军事素养 与才能 以各科成绩优异 同学堂毕业后 来到了养五号船只 进行实习 在光绪年间 福建传政局 派他和其他人留学海外 去了当时著名的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进行深藏 萨振兵在回国后 来到了南洋水池 说起海军 就不得不提起北洋水师 虽然在与日本作战时 这支水师舰队被全部消灭 但这支水师却是海军的起源 在经历甲午战败后 所有官兵都被撤销职务 解散队伍返回家乡 所有人的内心 都是非常的沉痛 因为不仅仅是战败的原因 还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 却不能用自己的一腔热血 去保卫守护自己的国家 而是与日本战舰交战时 只能被迫防守 让谁都会感到内心 是多么的憋屈 留学英国的萨振兵 回到祖国 作为一名年轻人 也是满腔热血 希望能为自己的国家 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晚清后期的清政府 腐败无能 让人看不到半点希望 这时的萨振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放弃了眼前 从事了多年的一线军事工作 返回了自己的家乡 建了一所私俗 做了一名教书先生 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 甲午战争仅结束有半年 时任两江总督的张志仲 便亲自邀请萨振兵出山为官 驻守吴松炮台 由于北洋水师的失败 让清政府也意识到 自己还是不够强大 决定再次成立自己的海军 这支海军的统领由叶祖规担任 但叶祖规却却不这么想 他向朝廷推荐了能力出众的 萨振兵担任统领一职 理由是他认为自己在各方面能力平庸 而萨振兵却是不可多得的海军人才 如此重任非他莫属 朝廷也对他的意见进行了采纳 由萨振兵出任帮同 萨振兵回到海军如鱼得水 出事都较为顺利 他和叶祖规二人的官职也是一路高升 几年过去后 整个北洋水师已经由萨振兵统领 但是好景不长 这时候的八国联军蠢蠢欲动 又开始新一轮的侵略 我微微华下 又一次遭受到了列强们的蚕食 这次侵略战争 朝廷刚建立起来的天津水师学堂 也被毁于其中 萨振兵受朝廷任命 重新兴办一所新式教育的海军学堂 萨振兵考察多地 来到了山东烟台 认为这里地处沿海 且距离港口较近 便在这里选职 兴建新式海军学堂 并亲自办学 就连学堂的规章制度都是亲力亲为 自己起草定岛 因为当时国家迫切需要一批海军人才进入到军中 便把五年次改为了三年次 他本人也亲自参与到了教学研究工作当中 并主教驾驶 专门训练海军军官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的服用制裁 此后的朝廷觉得他劳苦功高 便任命他为南北地区的水师统领 两支海军由他统一指挥统领 经过煞政兵几年的治理 两支海军不再各自为政 官兵从上到下 也不再像过去 像一盘散沙 而是稳固发展 利用所学现代化的海军知识 完善自身 统一着装 号令 行政 管理制度和指挥系统 当清廷要灭亡之时 中国进入了各地军阀混战时期 为了使得海军力量能够得以保存 也为了不在以后的各种关系中为难 煞政兵专门为此发布了一条军令 海军军队是属于国家的 不允许海军参与到任何一方的军阀混战中 革命人士黎元宏 曾和煞政兵有师生之一 作为他的学生 曾修书劝说自己的老师煞政兵 早日加入革命 于清廷划清界限 但煞政兵身为朝廷高官 又何尝不知道清政府早已是腐朽不堪 他明白大清大势已去 历史终究会被改写 况且海军中已经有了起义的呼声 所有的形式似乎只等待煞政兵加入革命 煞政兵幼年读过诗俗 虽在海外接受过西式教育 但在思想上还是很传统守旧的 有着很深的中军思想 做被主之事确实让他很是为难 在深思熟虑后 他决定抽身而退 以身体有急 要到上海医病为由 离开了海军 走时只是对海军众人留下了一句 好自为之 便再无多言 在他这种默许的态度下 其部下也是再无忌惮 相继响应 投入到了革命的热闹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到了日军侵华时期 这时候的煞政兵 已经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 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 奔波在抗日后方和南洋各地 为抗日筹措军饷物资等 以一己之力积极支持抗日事业 国民党败于大陆退守台湾时 也曾力邀萨政兵同去 这时候的萨政兵以身体有疾 不是奔波婉拒 在此同时还派人联系其部下旧将及学生 挽留了不少的海军人才 为我国海军后期建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后 萨政兵承认国家政协委员 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和福建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随着后来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 我国设院军跨过鸭绿江 打入汉城 一局突破三八线 取得关键性的胜利后 当胜利的消息传回祖国 萨政兵听到后 想到多年前中日甲午战争 也是因朝鲜开始 但当时的结局是我们惨败 而现今我们战胜了美帝国主义 想到此 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萨政兵 老泪纵红 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因为这也算是一血前辞 作为失败者的北洋军人 萨政兵羞愧了一生 但当他想起往日的那些同僚们 多以掀他而逝 他又是何等幸运 这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 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心声 在丰足残年 看到了一个强大的祖国 终于要重新崛起了 所以当胜利的喜悦涌上心头 萨政兵虽然劳累纵横 但心头被悲苦屈辱 淤塞了一生的仇恨 倾堂而出 萨政兵喜极而弃 不失一手 以告绩甲武海战中 为国捐躯的北洋中魂 五十七载幽如梦 举国轮往南汉城 龙游潜水 雾自弃 中游扬眉 土弃天 好了 本期的喜乐刷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多关注哦 谢谢你 说 As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